之前歌詞裡面有一句那個 提到說什麼靠在他的胸肌 這樣子啊 你有真實的靠在他的胸肌上嗎 應該 你不應該把那個老公的 可以看我老公的啊 有啊 要不要講一下感想 感想 還是評價 非常謝謝大家 讓我們的訪問就在這邊 先放一個段落 因為我之前看那一段 真的做過什麼 可能會對啊 可能會是要看的 暗黑喔 我覺得我心裡暗黑 念念念就說很喜歡整人 我曾經有一個 我覺得我自己得意到現在的玩笑 就是我用保鮮膜 把那個麻糬蓋起來 就是麻糬包起來 所以你會這樣看不下去 但是如果你要 尿尿的話會噴出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愚人節的 愚人節的玩笑 但是我就是得意至今覺得 那個包的實在是太好了 誰是腦筋 對啊誰受害 就是家人都說 家人他們是要丟衛生紙進馬 什麼然後被彈出來 然後就發現 就只有妳有丟衛生紙 丟衛生紙 他丟去 那他反應是什麼 唉呦 什麼這樣子 然後就有點覺得 你愚人節想遵我啊 這樣子 你像說女兒是小霸王啊 所以他也沒有對爸爸有什麼 比如說很任性或是很 他對誰都很任性 反正他又非常堅持警戒 然後最近還學會跟他相處方式 就是把我想要他使的東西 變成一個option 就像綁頭髮 比如說你要綁一隻還是兩隻 沒有不綁的選擇 因為以前就說你要綁頭髮 我不要 我看你要綁一隻兩隻 他就會想想綁一隻是兩隻 只是會把他的規範成我要他的範圍裡面 不然他都會不要 所以如果他說不要的話 你會生氣嗎 還是你就是好好溝通 我就覺得可以啦 因為他畢竟也是人 所以他有選擇的選擇 所以我沒有到非必要 我不會強迫他 所以在家裡面的話 你是比較黑臉還是白臉嗎 我是屬於中間 中間 那杰倫會熊 就可黑客 他比較 他有時候非常白 有時候非常黑臉 非常黑是怎麼樣啊 就是真的是炎腹的感覺 因為男生一直要一滴身 很認真的講話 所以我覺得蠻有霸氣的 就是不要是女兒 我也是下去了 對 是他最新的 他會不會 就是他人 他會不會 有任何人 他會不會 在家裡 是他人 對 很認真 對 那是他人